這個情況我全部都知道 但是我也在這裡跟他報告 有些東西是可以講的 有些是不能講的 也尊重當事人他們 家人對他的病情的一個角度 看要不要說 可能還是要有一個新董哥 他自己來跟大家講 現在來講的是 全境全疫把營運工作先停下來 然後全境全疫的 在醫院裡面照顧 大概是這樣 你會不會抽時間去看 對病情有幫助的事情 很多人都做 那去頂多就是安慰 那又看我們這個WhatsApp 上面的一個對話 就知道我們每天都不斷有人在關注 那我每天就是給他 像今天同好時間 夜末山早上8點 就給他 對 打了電話他沒有機會 啊 在休息 那就留個WhatsApp 對 彼此互相鼓勵 對 我們也希望這個 可以有很好的一個 機會出現 對 很好的機會 對 很好的機會 然後跟你們說 不是太計較很多東西 然後 我唯一覺得在醫療界裡面 很難受的地方 就不斷變麻 我說我都做了四十年了 那好人跟壞人你們還分不出來 只是為了要罵我才包括要魔化 然後我自己躺在浴缸裡面自己看著自己 然後就想著 我說我這一輩子真的沒有做過壞事 那為什麼要這樣被罵 心裡面是壓力比較大 因為壓力比較大 那我們就是一個凡夫與孫子 那我跟辛龍講的說 我真的不是神 我們也不是醫神 所以我們很卑微的 到最後只覺得說 不要計較介紹 那唯一能做的 就剩下禱告 對 我們金長男朋友很多時候 都是他們無阻的 但是真心誠意的 祷告為他集氣 也希望說有機會可以賦予過來 請問大家 有意思嗎 第一 對 之前他們都知道 那我之所以沒有講的原因 也就是說 因為大家知道有些開放 可以說的 我們就說 那像這些必須要注重到家屬 因為人家還有家人 對啊 心裡面是 我 也會覺得 非常的難受 那種小孩 小朋友 那麼小 如果要做辛龍哥一個人 照顧小孩 也會照顧他 真的是蠟燭兩頭燒 會比較辛苦 那我們就從方面幫忙 人類可以做的 我們就盡量去幫忙 其他不是醫生 不是神 我們只能無奈的 這是 祷告 對 我是忍不住祷告 對 目前醫生 怎麼告訴我 你們這些病情方面 還是要由家屬去講 那我只能說 滿嚴重的 真真是滿嚴重 所以不斷的 幾乎每天都會為他祷告 一起發光 很多的教會的藝人界的朋友 幾十個藝人 跟他一起為他祷告 那個 新聞 李新聞 他忙他兒子的事都忙不過來 他還不時間為他在廟裡面寫那個 要弄一個牌 去拜拜 因為基督徒不太了解這個 那我就都傳遞這些關心給他 因為現在其實人比較善良 我們都跟小孩一樣 赤子之心 對啊對啊 熱愛台灣 那就是很悲哀 對中國大部分捐贈 在這裡是不能講的 很奇怪 那我就傻傻的 我就說 好吧 一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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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一十萬人民幣 我想 那裡人就 我一個醫生 旁邊有五百人 就做過世 接他老婆的電話 聽不清楚 我說 趕快去幫助這些醫護人 去了一百台 德國又飛了兩百台 加一加快七百塊人民幣 就把他捐贈出去 所以我說 我們是熱愛生命的 我們一生的表演 我們都靠觀眾給予 所以 沒有考慮那麼多 搞到最後 我在上台 就差一點給人家舉牌的抗議 交貨的貨 把他通通送出去 對被罵死了 後來還要去跟他道歉說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東西有用 他們耐心用 我們買這個 也就是為了要抵抗那個疫情 中國大陸 台灣還好 一切平安 一切平安 都為他祷告 幾乎每天都為他祷告 不知道 小孩那麼小 三四歲的孩子能懂什麼 對 謝謝 謝謝 我從疫情到這一刻 還沒有用過口罩 還不是健健康康 那憲哥主要是不要洗手 不要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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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間有什麼不對 我當時講的 今天就是依照 我當時講的 才做 一模一樣 不要再罵我 我只是好意 對不對 不能拿去開口罩廠嗎 支持這些原來的口罩工廠 給他們 原來一天做12小時 現在做18小時 加完後面就可以抵抗了過來 大概是這樣 現在不就招張做 對不對 要不然你等到疫情過去 口罩不缺的時候 你以為台灣要變成口罩的輸出國嗎 好傻 這不能那麼傻 好不好 工廠 問我就知道 我四五個工廠 對不對 問我就知道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